这个季节决菜已经很多了,周末抽空可能要去菜,新鲜的就这样直接炒着吃。 如果晒干可以炖肉,或者做扣肉时候用,味道都很不错,风干肉炒决菜的做法不重。 1. 决菜 2. 决菜洗净 3. 决菜洗净,锅里水开加少许油盐过水 4. 沥干水 5. 切小段 6. 风干肉切片,小的干辣椒切碎,大蒜切末 7. 锅里放少许油,放入风干肉中火煸炒,加蒜物,辣椒出香味 8. 倒入决菜段,加盐,白糖少许,就翻炒 9. 倒入决菜段,加盐,白糖少许,就翻炒 10. 出锅,装盘